一張張截圖全都是嫌犯與受害者的對話內容 詐騙集團透過社群軟體 張貼以全民戰役為標題的文章 聲稱只要幫助搶購疫苗就可以獲得薪水 投資疫苗基金還能夠獲得分紅參加抽獎 犯險並匡稱於AMA戰役平台網站 不需儲值不需提供個資及會員費的方式 可協助搶購疫苗並得到利潤 犯險並公稱可進行疫苗基金的投資 儲值越多金錢可升等越高的會員等方式 來使被害人受騙 刑事局破獲詐騙集團逮捕三名嫌犯 並查扣純布金融卡印章等相關物證 本案經本局會同高雄市三名一分局共組專員小組 於今年5月持高雄地檢署夾分合法的收入票 當場查獲前信犯險三名陸續清查有十多名被害人 警方在此呼籲誤相信可協助搶購疫苗等假訊息 警方呼籲民眾切勿相信可以協助搶購疫苗等假訊息 有關疫情防治措施以及最新狀況 應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訊息為準 避免落入有心人士設立的圈套 記者綜合報導 提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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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到